好 最后一点时间我让这个记忆大使谈一下这个金砖好不好 当然今年是俄罗斯是轮值主席刚好轮到他 那好像战时的推进也还算是蛮顺利 从1月1号开始担任2004年的轮值主席国 那克里姆林工也证实 土耳其目前也已经提交加入金砖的正式申请 还有泰国嘛 泰国是东南亚第一个 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申请的数量巨大有几十份 那土耳其加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加入欧盟的进展不顺 然后这个韩正 韩正到了俄罗斯海森威 跟这个普丁见面之后要直奔蒙古 然后呢在这里跟韩正会面时 普丁也讲了一句话 期待习近平会出席金砖峰会 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是10月22到10月24 在这里大家是不是会看到一个这个满血回归的普丁 这个先讲土耳其加入这个金砖 其实土耳其真的我觉得他应该也到要 就是说百年来的向西看 希望成为西方世界一员的这个梦应该醒了 他应该啊 他现在看到东方兴起啊 东方的这个啊 越来越远啊 我想他这是他往东转的一个方面 光讲他加入欧盟 其实欧盟他是所有这些啊 东欧国家这个在苏联解体以后啊 东欧国家一批整个加入加入了欧盟 事实上土耳其的申请比东欧国家早很多啊 那现在你看对于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 也给他特准的啊 立刻让他什么加入欧盟成为某一种的对话伙伴 现在连这个土耳其连这个候选国的身份都没有 候选国是什么 候选国准你开始跟他谈判 谈判他有二三十个章节 每一个都要跟欧盟 欧盟的这种这种这种所谓的这种 私人俱乐部啊 是非常势利眼的 所有人要加入这个这个俱乐部之前啊 你现在在俱乐部之前 先把你自己改造成改造的好一点 改造到一个程度才让你进来 所以土耳其现在连候选国的身份都没有 那他看到后面比如罗马尼亚啊什么啊 保加利亚啊一独立一从东欧 这个一从这个啊 这个华沙公元组织 欧盟就吸收了一大堆波兰啊什么 捷克都进去了 那个时候土耳其就应该清楚了 他没有被欧洲人认为是欧洲人 另外一个欧洲可能不会接受一个回教国家 那我就问一下他现在申请加入金专之后 会不会让他就比较顺利加入欧盟 还是不会 还是不会 他的原因说穿了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啊 就是说他不是欧洲人 在欧洲人眼睛里他是亚洲人 那就是说另外一个 他是回教国家 回教国家 他基本上想要加入到欧盟体系里面 也很困难 双重困难 所以他当时欧洲 所以会考量他成为欧盟的一个对话伙伴啊什么 因为欧盟会发发明很多种名词 你是我的对话伙伴 你是我的怎么样 你是我的如何如何的 是因为美国强烈要求 但是我想让介大使多谈一下 这个俄罗斯还有普丁的角色 我们说在这个节骨眼轮值主席 他应该可以做很多事吧 包括去美元嘛 包括这个本币支付嘛 对这一次的这个 就是说金砖会议嘛 对不对 这一次是俄罗斯大席 对他已经准备了很久 最主要就是去美元化 有一个金砖国家 特别设计的支付工具 那这个支付工具 中国大陆是希望什么 是希望用什么 货币货币工具 就是说就是说电子货币 那所以就是说你不牵涉到实体货币的交换 而是在双方各自的中央银行里面 透过会计账目 来计账的方式 双方互相递减 比如说我这笔过去多少 多少钱 那我货币给你 那就在你的账上 就就就记上一笔 然后下次你要支付的时候 你再扣掉 所以基本上它是会计账来解决 这个大笔的交易 可是你这个碰到比较小笔的交易的话 就是比较有问题 不过基本上是往这个方向走 不过就是说 最后是怎么样一个行程的话 就看这一次的这个金钻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来申请呢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大家都想加入 因为这个 这个区域性国籍组 大家想要加入的 第一个它有钱 它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国家 叫中国 中国大陆是愿意给这个贷款 还有发展援助 现在最慷慨的国家 那在这里习近平有个著酒词 他有一句 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时代强音 他自己曾经十次访问过非洲 那这场论坛是中国在疫情之后 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 论坛成立在2000年的10月份 10月份 那另一头你看到这个9年前 习近平当时到非洲的时候 曾经做了一个承诺 向洲飞合作论坛 各元首承诺 要为23个非洲国的 1万多个非常偏远的村庄 提供数字电视的服务 你知道这有多难吗 因为不只是电视要去 你电视要有节目 可以看要有讯号啊 那现在来看9年之后呢 已经有9600多个 这个承诺几乎是兑现了 9600多个非洲偏远村庄 得到了卫星电视的基础设施 所以大量的中国文化 也因此进到了非洲的村庄里面 当地人据说追剧追到 晚上睡不着觉 甄嬛传啊等等 耳熟能详 另外一头就是中国的电动车 在非洲广受欢迎 这个电动车这个便宜又好用 那不只是电动摩托车 还有载货的那些车子也是 南非总统这次到了北京之后 他也到了深圳去看了比亚迪 那就试驾了很多比亚迪的新能源车 网上有一段他的视频 你就看他那个表情 非常这个又惊又喜 他不断地讲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车子 除了车子之外还有手机 我们在台湾用了很多 这个大品牌的手机 像传音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嘛 但你知道传音有多大 传音在非洲在中东 可以说是称霸 尤其是非洲 因为它的照相很特别 我们的一般手机 像这个非洲人皮肤比较黑一点 晚上如果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没有灯光的话 照不太出来 但是传音手机 还是可以把它照得很漂亮 所以就凭这一点横扫非洲 那它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市占率 大概到六成七成以上 你知道吗 这个你没有听过的这个手机 光是2023年全年营收 621亿人民币 不得了 那所以它被认为是非洲的 手机天王 手机天王 所以说实话 有大的来讲 非洲现在的这个经济动能 让很多西方国家 都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未来大有潜力 它现在的数字整个标起来 那刚好中国呢 此刻可能这个有些经济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互补 然后另一头你看到非洲人民 借由中国大陆的很多硬体 接收到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软体 产生了一些认同感 一些好感 一些信任感 所以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非洲54国 53个都是成员国 那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全数到齐 所以这个是长期铺牌 长期这个耕耘之下的一个成果 寒冰怎么看待这次的 可以说是一个开花结果的时刻 其实大陆在非洲的耕耘 你是上个世纪就开始了 对 然后一路到现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换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